迫不及待离开家 到外面闯荡 长大是一条直线 长大很久以后啊 突然希望时间慢下来 爸妈老得慢一点 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多一点 家人是一条圆圆的线 好物事急 祝你中秋佳节 一家团圆 我是阿兆 但是阿兆 内湖地区交通拥塞 是长期留下来的问题 有人说没救 有人不想救 但我不放弃 不久前我已经正式提出完整方案 一步到位 两任八年 三件齐发 四方合作 逐步解决内湖交通问题 我是陈时中 我当市长 内湖交通我来救 内湖交通好 台北更好 您的股息入账咯 请输入关键密码00757 启动股息放大数 无论您存的是金融股 定存股 还是高股息ETF 领到股息再投资 00757兼亚股ETF 积极稳健一把抓 快搜寻00757股息放大数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财政部今天公布出来 8月的出口金额 是403.4亿美金 这个年增率仅仅只有2% 虽然是连续26个月的增长 但整体表现不如预期了 那今天公布初步统计资料 那进口呢是373.5亿 年增也仅仅只有3.5% 这个1到8月的出口是3303亿 较去年同期呢 是增加16.2% 所以从1到8月的这个平均增长 看到8月就知道说台湾的出口 也已经快快进不上去了 这个大陆今天也公布出来的 最新出进出口的情况 大陆的进出口也显示 也出口也乏力 也快进不上去 所以这全世界经济面的问题 从我们一般来讲说台韩 中国大陆 这个亚洲出口为主的 新兴经济体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全世界景气的一个概括了 那从这个出口数字可以看到 这个全世界的进口能力也在变弱 那另外贝莱德说呢 联准会会迎来一个惊吓的消息 这个贝莱德又在放话 在恐吓费的了 这个贝莱德算是资产管理巨头之一 他说呢 联准会最终会对他的紧缩政策 带来经济影响感到惊吓 他说这对股市来讲不是个好消息 他所谓的惊吓是什么呢 他言下之意就说联准会 现在目前呢 卡在说要升息对抗通膨啊 这个的这样子的政策下面 同时也会压抑经济的增长 他说最终经济增长的损害会大感惊吓 联准会看到这类痛苦的时候呢 预估会停止升息 但是到时候经济活动已经出现萎缩了 换言就是说经济已经衰退 那联准会呢 再停止升息已经维持过晚 而且呢 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办法降回联准会目标区2%的水平 相反的啊 这个贝莱德预估啊 这个长期通膨会持续接近3% 也就是说降不回2%了 但是呢 经济也衰退了 那贝莱德讲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个人解读就是说 你也别别那么鹰派了吧 你放过股市一马吧 反正的通膨也降不下来 让大家好过一点是这样吗 这些投资机构出一些报告 通常都有弦外之音的啦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市场的这个股市大跌 在美国上市的新市场ETF 上周狂砍啊 资金狂测啊 创下两年来最大的一个幅度 而且台湾是最惨哦 这个美元晋升的惊动之下 基金公司上周啊 两年多来最大的规模 抛售在美国挂牌的新市场 债券跟股票ETF 台湾成为大输家 那根据彭博汇整的数据显示啊 到9月2号的这一周 投资人从美国上市的新市场 跟特定国家的ETF 撤资了12.1亿美金 这个规模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 那规模249亿美金的 iShare安硕 IMS新市场ETF 就是代号EEM 这档ETF呢 总共被卖掉 流出去4.41亿美金 4亿多美金 这两年来最大的一个单周卖超了 那就地区而言呢 台湾是大输家 净撤离2.6亿美金 其中iShare安硕 MSCI台湾ETF 就是EWT 代号EWT的这档ETF呢 流出了1亿7800多万美金 接近1亿8000万美金 这个反映半导体业 10年来最严重的景气的低迷之中 台湾的整个科技产品出口需求减弱 引发了这个国际投资人的担忧了 那上周外资卖超台股881 你说外资为什么天天卖 这些ETF不断的被赎回 你想看他能不卖吗 他也得卖股票来提款因应赎回吗 这个真的是 现在目前全世界的资金都在连锁撤退 这个很头痛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下 ETF到底怎么投资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我们礼拜三的赵丽的老师 就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木尔好 听众本老师大家好 外资今年在台股提款 一兆1000亿 然后汇出5000亿美金 搞得台币今天已经贬到了快31块了 那这个外资看起来这个提款的 这个还没提完呢 今天又又卖了177亿 绝对还没提完 费的升息都还没有还没有升完 如果我们再不升息的话 恐怕会到32 如果因为台湾的升息的幅度的话 基本上似乎跟那个韩国去比的话 落差非常大 那当然有人在讲说 韩国已经升了这么多息的话 韩币还不是照样扁 其实韩国如果说他不升息的话 恐怕扁的会更严重 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前的 以前是出超国 目前恐怕会变成一个入超国 那当然我们说ETF的话 早期我觉得像以前我们也有讲过 ETF是这一次唯一碰到这个空投市场的一个时期 那如果说照以前ETF不存在的空投时期的话 基本上只有股票自己在卖 那现在又加进来ETF 这个恐怕这个卖的速度的话会非常快 那意思就是说以前ETF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市场除了这个散户卖股票 大概就mutual fund卖股票 现在又有mutual fund又有ETF 股票一跌 投资人这个一方面卖ETF 一方面卖股票 那ETF就等于说卖股票 一起卖 而且我们看到一些资料来看的话 2021年美国发行的那个ETF数量是历年来是最高的 是2021年 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 你去看一下这个我们挂在这个网上上面的那几张图形的话 那全球目前如果用共同基金 也就是主动型的基金跟被动型基金去做比较的话 那么目前全球所发行的ETF还没有超越共同基金 但是美国去年已经超越了 2021年已经超越了 我们看下面那张图形的话 那个比较深圳 美国超越就是ETF超越移民求方 对就是管理的ETF的那种资产 总规模 总规模是高于共同基金的 那去年已经超越了 所以可见2021年发行的那个档数的话 是历年来最高的这个应该有创造它的效果 那如果依照比方说像ETF跟那个共同基金的一些资金 净流出或者是净买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2021年ETF也是相对的比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还是富的 富的资金流出去 那ETF的部分的话 在美国2021年的话也来到最高 净流入 没想到今年就开始狂跌 所以我想指数在跌 他还不得不卖 对不对 就是说像类似这种ETF的一个情况的话 就有这种 但不管说是净流入净流出 这种被动式的这种投资策略 我们一般一般讲说 共同基金比较主动式嘛 对不对 对 那ETF比较跟随大盘这个被动式的投资策略 似乎是现在越来越受投资人青睐 那我们谢谢奥斯本的您的爱心 谢谢您的肯定跟斗内 那这个ETF为什么会越来越受青睐呢 就是他一定有他 就全世界投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一定是有他本质上面可能的优势 没错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股票是一个随机市场嘛 那如果是随机市场的话 共同基金的基金经理人 他在操盘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打败大盘嘛 所以有很多共同基金的这个投资人啊 都反映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我投的共同基金 为什么报酬率都会输大盘喔 所以就会带动了一窝蜂的 也就是ETF这个上市挂牌 再来去销售再来卖的情况也不错 那原则上我们看到这些报酬率的话 如果把它分成股票还有commodity 也就是这个 对那再来是货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再来是债券的部分的话 这张图形里面揭露的是阴影线的部分是2020 那么实体线有颜色的实体线的话 是2021年相对应的报酬率的话 虽然ETF在2021年 它的报酬率是输给2020年 但是共同基金输的还更多呢 共同基金是蓝色的这一框嘛 那如果以2021年开始来看的话 那一堆的比方说大宗物资的这些ETF涨势 还是有它的趋势存在 也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为止的话 这些commodity的ETF的话 它还是有很多人在买啦 所以这报酬率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所调查的应该是 什么地区呢 全球的 全世界 全球的 那ETF的报酬率 其实它是有胜出这个mutual fund 对对 如果说以同一个年度去做比较的话 那ETF绝对是胜过共同基金的 那这些共同基金呢 台股好像有一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看台股有一些共同基金的绩效也很好 对 这个台股这个基金竟然 蛮会选中小型股票 就是有时候会打败大盘 对 那当然我们说 有一家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BBH 那BBH的话是这个布朗兄弟 B就是Brown 那Brother是兄弟的意思 布朗兄弟他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话 他去针对机构法人 还有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人 去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这些认为说 如果你把钱去投入在美国的ETF 或者是欧洲的ETF 或者是大中华区的ETF 你会去怎么选 也就是说 这个关键 到底要怎么挑不同区域的ETF 那如果说美国的部分的话 跟欧洲还有这个大中华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大部分人家去选 也就是机构法人去选这些ETF的话 从来不脱离所谓的发行商 三大发行商 大家应该在网络上应该都可以查得到 好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 高股息ETF新选择 00919重磅登场 选顾更精准 配息再升级 超越市场经典 让存股足 大部分都是发行商 旁边的这个盘 第一个第一个应选 那个大的那个 大的啊 ETF的指标公司了 要不然就是 三大就是那个 iShare跟那个Vengar Vengar 还有道富啊 SPDR 那旁边这个是2021年 这是今年的 2022年的 今年调查 他每年调查一次 7月份调查 台湾好像ETF也有这种选 发行商的趋势 什么元大福邦国泰这几家 都是比较热门的吗 都会选 那第二个是 他们是缺 那大概就是交易量 交易量 成交量 就是流动性越好的 越越青睐 对 对 在这些多次温暗 机会 温暗 出发 水 河 进行 水 大 骑 水 辽 河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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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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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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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